我们已经正式的发出了党团协商的请求 希望韩国医院长能够及早召开党团协商 及早确定开议日期 台湾民众党党团 整个党团的运作跟工作如常进行 我们在这个礼拜会正式的召开记者会 宣布台湾民众党党团在这个位置的优先法案名单 台湾民众党党团理性误实就事论事 我们在博会当中 我们所秉持的不是亲疏远近 我们所秉持的是理念价值 以及是不是符合台湾社会 以及人民的利益 有关于选举补助款政治限制法 乃至于公职人选举罢免法 相关的讨论 过去这段时间社会当中有非常多的意见 这些意见我们都听到 而且我们会接下来审慎的来加以演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